金正恩与阿瑞和赵赵疯传。网友,她看起来很害怕。 南韩赵荣碧、李仙基、白芷英、郑明、白志荣、周仁、少女时代成员徐璇和女团Red Velvet组成艺术表演团,一日为难,北韩将举办领袖会谈助政演出,被视为是两国的破冰之旅。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台下看得开心,也与演出人员合照。 不过南韩网友看到照片后,纷纷喊说,感觉不妙。 原因是在合照中,站在金正恩身边的不是代表团里最得高望重的国宝级歌手赵荣碧,而是在南韩有最美女偶像称号的女团Red Velvet队长Arin,本名陪主线。 Arin受伤抱住一束鲜花,并没有和Red Velvet另外三名成员站在一起。 这画面让南韩网友看了崩溃,脑洞大开直喊,Arin是被金正恩看上了吗? 完了!要被留在北韩吗? 她看起来有点害怕。 网友的烦恼并非全无道理,因为34岁的金正恩爱美女出名,她的妻子林雪主过去是歌手,还曾以朝鲜代表团拉拉队员身份造访南韩。 此外被韩少女时代木旦风乐团的团长玄松岳,据传也是金正恩前女友,不难看出她喜欢会唱会跳的美女。 金正恩一日现身观赏南韩艺术团表演,过程中还开心地打拍子,结束后依依和表演者握手,看起来非常沉浸其中。 根据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邹中焕表示,金正恩甚至多次询问歌词的意思,显示对南韩大众艺术非常有兴趣。